今天安徽省有27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致于出院 截止到今天 安徽省累计致于出院的患者人数是293人 上午9点半 患者秦女士和她4岁的女儿 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 走出马鞍山市 第四人民医院隔离病区 致于出院 1月28号 秦女士因感染新冠肺炎入院治疗 随后秦女士的丈夫女儿 也感染新冠肺炎入院 经治疗 秦女士和她女儿 符合新冠肺炎解除隔离及出院标准 你的医务人员都非常辛苦 希望他们也早日回家 疫情早日结束 孩子爸爸现在检测还是一个阳性 但是她现在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症状 相信她也很快就会出来的 老公加油 我和女儿等着你回家 爸爸加油 我等你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行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